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1日美国东部事件 现在是下午时间 自从旧金山 拜登说了跟习近平所谓的拜习会 什么高峰会 要求中共答应军方通话 然后避免冲突升级 有效的管控冲突 避免误判 最终导致冲突升级 变成战争 今天 一个多月过去以后 今天 美国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 这里宣布 以中国人民 中共联合参谋部参谋长 就是刘正丽 总参谋长刘正丽 在12月21号举行了视频 视频会议 电话会议 这是来自美国联合参谋部发言人杜尔西 海军上尉 提供的信息如下 他说 美国参谋长联系会主席小查尔斯布朗将军 今天 12月21日 以中共国的这个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正丽 进行了视频通话 说 这是布朗将军就任美国参谋长联系会主席来 美国与中国双方军队领导人的首次通话 讨论的问题是 布朗讨论了共同努力负责任的管理竞争 避免误判 以及保持开放和直接沟通渠道的重要性 说 布朗重申了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实际的对话 以减少误解的重要性 说 两位军事领导人还讨论了一系列全球和地区的安全问题 说 布朗重申了举行双变国防政策协调会谈 举行海上军事协定会谈 以及开通美国印太司令部 司令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和南部战区司令之间 沟通渠道的重要性 这个美国参谋长联系会主席 对定期与世界各地的国防部长沟通 并与中共国的建设性对话持开放态度 这里头有很多信息点 在这里 这个阿尔先生 你怎么看 怎么看这个信息点 你怎么看 首先第一 我就觉得 我看到我就突然之间觉得 他不是 怎么突然之间就 这个对话就发生了 因为之前希希他一直就是说 不跟你对话 不跟你对话 对吧 他也怕 就说就像我们讲的一样 就是说他怕 一旦进行沟通 很多事情就挡不住 就会露出去 但是现在呢 又突然沟通 因为我 我个人觉得 也有可能跟南海的 那个局势升级有关 因为 就像我们说的 就是 中共还是没实力 你知道吧 他 他那边南海 你别看王毅在那边叫嚣了 凶说 你菲律宾敢怎样怎样 我们就立马会计 给他一千个胆子 他都不敢 因为 他也知道自己 几斤几两 尤其在海上打 那么 你如果说不沟通的话 到时候 美军就直接开火了 把你的船打掉 也就哑巴亏 只能够自己吃哑巴亏 如果说 一旦有这样沟通渠道的话 他开打之前 人家会给你打个电话 给你打声招呼 对吧 还是有那么个 一丝机会 可以叫停 不然的话 你就 你到时候 你就叫都叫不停 到时候人家 也很理智气壮 就说 我们要跟你沟通 你那边 电话也不接 我没办法 我只能够 默认 就说 你这边是敌对关系 对吧 所以 我觉得 怎么说呢 还是 感觉还是习那边怂了 就是 他不得不在 压力面前 他不得不 呃 就说 先 先稍微暂缓一下 至少来说 他那边可以 呃 就说 呃 舒缓一下压力 好 好的 录特 他这里啊 对习来说啊 这是一个 这个进退维股的事情啊 是吧 他答应了 他就气候难下 他也知道 美国啊 要求 这个对话 意图是啥 意图绝对不是说 要跟你搞好关系啊 啊 这个意图很明显 啊 你看现在是跟谁 这跟刘正丽通话啊 不是国防部了 看没有 啊 国防部部长 没有来通话 是刘正丽 是吧 就参谋长 是军委的人 就是美国啊 在这里啊 中共 美国现在其实之前一直 也都知道 到底跟是 就是什么 国防部长是没用的 国防部长就是一个 是吧 对外的 一点用都没有的 是吧 真正的啊 这次 反而安排了这个刘正丽 参谋长嘛 董参谋长 是吧 这个 这里面你看啊 美国通话的意图 那毫无疑问 那对习 他绝对也知道 美国为什么老是要 军方 领导人 通话 一个 就是 做到这个通知义务 是吧 如果出现问题 啊 出现问题的话 那跟那边打了招呼 如果再升级的话 那美国军方 跟国会这边就好交代 是不是 就是我们已经 在 他一二再再二三的 要跟对方 啊 跟中共国 建立沟通渠道 他如果不 不建立 不沟通 啊 那出了问题 那美国的军方 那就可以 啊 直接跟国会说 我们已经努力了 他们不建立 啊 是吧 拒绝沟通 是不是 第二点 一旦沟通 是吧 你这里头 那就牵扯很多事情 你看 每位要求 是吧 南部战区 和东部战区 司令之间 啊 进行沟通 以及啊 举行双变 国防 政策协调会谈 这就具体 底下的人 就要 具体联络了 这种联络 说白就 就对中共 这个撕开了一个口子 啊 什么口子 啊 就 美国也要 是吧 也要 在军队里头 渗透颠覆 一样的 就想 你中共 啊 我相信 去颠覆美国 在这种层面 它是难度很大的啊 美国去 在这个层面 颠覆他们 还是有这个可能的 啊 有这个可能 因为习是很怕这个的 他是很怕这个 这就是为什么 之前一直 停止跟美国的 这种沟通 他怕 知道吧 啊 所以他一直在挑 到底 谁 和美国这边 沟通 最后 挑到刘正丽 是不是啊 我们早在 2022 21年年底 2022年年初 时候就跟大家提过 刘正丽这个名字 一直说 记不记得啊 阿阿先生 记得吧 我们一直说刘正丽 是不是 那时候刘正丽 还只是陆军 总司令 是吧 现在 大家知道 刘正丽 不一般吧 啊 这就是啊 这就叫情报 提前告诉你 知道吧 刘正丽不一般 你怎么看啊 喂 阿阿先生 你怎么看 分享一下 听到吗 好 这个 他可能断了啊 你看这里头 所以 这是很明显啊 它是一种 很明显 这是双方 都在 打的牌 喂 听得到吗 现在啊 可以了 继续 刚才 刚才断了啊 你现在 跟我分享 因为 因为刘正丽 我们之前就已经讲过嘛 他高密 高的防昏灰 然后 所以说 我觉得习 他现在在这种局势下 他没有一个人 他可以相信的 哪怕是刘正丽 他也不信 但是呢 他只能够挑来挑去 也只能够说 找一个 就是说 所有不信任里面 还值得相信一点的人 那么 再加上 刘正丽 又是 总参谋长 对吧 然后国防部长 现在 是死是活 也不知道 那个 就就你看 你看他现在 这个 就给人 一种就是乱了赢的 那种感觉 就是 包括 美国 作为你的对手 都看你就 都怎么 这个样子 你要跟我 你要跟我较量 你要跟我竞争 你也不好好把自己的盘子 整理 整理好 然后 国防部长 国防部长 也就找不到 然后 正儿八经的对话渠道 也 也不好好弄 对吧 所以说 就 就 就让人 就觉得 就是 一切事情都很漏 你知道吧 这个就 外界就站在西方人的角度 就看下来 就是 就怎么说呢 就是 就说 就不成体系 好的 路德 是的 就是不成体系 这个 当然了 这是 刚开始的这种 沟通 美国也在等 中共到底派谁 是吧 国 国 国真 派的就是刘正丽 看到没有 刘正丽估计 也挺那个的 会很敏感 这方面 会很紧张 所以它是视频通话 视频通话 没有任何的 这个 私底下的接触 所以 所以啊 越是这个时候 其实 你就可以看到 这 双方之间 在军方 军事上 已经进一步 往前 走了 就外交层面 已经 不提了 说白了 美国就是 布林肯 也不跟你 中共 在打交道了 王毅啊 什么什么 说来说去 都没用了 军事上 现在经测到 军事上的 直接沟通了 那就是 其实 在美国来说 其实就是 基本上叫做 最后的几步了 否则 那没必要 在军事上 直接沟通 毕竟你 发现没有 美国是直接 联合部 就是 这个 联席会议主席 亲自出马 直接进行 视频通话 没有拍别的人啊 没有别的人 这个里头 就有很多 是吧 可遐想的空间 联想的空间 就在这里面 啊 为什么呢 因为啊 这里 他这个权限啊 他直接就摆在这里 是吧 权限就摆在这里 并且还要求 东部占据和南部占据的司令 啊 也来举行 视频的话 说白 就是建立 沟通渠道 这沟通渠道 怎么建立 这里头 那就 有故事啊 可说了 我告诉大家啊 反正 这样一次 沟通 联系 未来 啊 可能 会有很多 可想 想想的空间 大家就 可运作的空间 就出来了 就是叫做运作空间 就出来了 习之所以不愿意那个 他知道 这个会让美国产生运作空间 会产生运作空间 是吧 这个现在运作空间 啊 就已经出来了 当然 会不会习会不会啊 一神一鬼 藏目皆病 啊 就把刘正丽给飞了 这 不好说啊 你怎么看啊 你怎么 我觉得这个很有可能 你就看 看傅政华是什么下场 呃 你就看 就看到刘正丽是什么下场 因为 习这个人啊 是现在越到后面 这种独裁者越到后面 就越会草木结兵 越会一生一鬼 他 他 他不可能说 每次开军事会议 他自己陪着刘正丽一块去 除非有一个 有一个办法 就是 呃 你 你比如说 每次开视频会议 然后 呃 习在后面垂帘听证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对吧 那个 这个你可以放心 不然的话 他只要不去 他全全让我 刘正丽去 哪怕 他后面再派一个 谁做督战队 我觉得习都不一定会放心 然后 呃 怎么说呢 就是 这个 这个里面确实 确实有 有看头 好的 路德 是啊 这个 再说啊 所以有些 也是胡扯 说什么 刘正丽 哎呦 做国防部部长 他都不 他们都搞不明白 总参谋长 比国防部长 级别高多了 啊 那是有十权单位 国防部长 是没有十权的啊 刘正丽 啊 之前是陆军总司令 2021年到2022年 2015年到2021年 是陆军参谋长 你看啊 那之前 你看2015年到2021年 他是陆军参谋长 他的上一任啊 就是防防会 总参 总参谋长 啊 现在 后来被抓了嘛 你看他的整个的履历 是吧 这个 112市 112市 河北省高北店 当时112市 然后呢 主要是在65集团军任参谋长 北军军区 啊 当时防防会啊 什么啊 都在里面 当时是北军军区司令 是不是 2012年啊 65集团军军长 14年 38集团军军长 15年 武装警察部队参谋长 核心 核心是在 这个15年之后 啊 是不是 神圣陆军参谋长 我们之前 之前啊 跟大家说过 这个防防会 那个事情 啊 说白了 是跟刘正丽 有关系的啊 这是肯定的 我跟你说 高明有关系 所以呢 所以啊 这个习啊 对他 觉得这个人 比较值得信任 所以呢 跟美国这边沟通 就安排他了 是吧 但是有的时候 哎呀 这些事 我们之前为啥 你说2021年 就告诉大家 为啥 留着力 就提这个名字 咱们 那时候 你看2021年的时候 他还只是啥 他只是一个 陆军啊 这个 司令而已 是不是 商将俊选 没人想到他会 成为总参谋长 是不是 啊 实际上啊 他的所有的这些 这个习之所以 我们之前说过嘛 这习对他 比较详细 因为他 相当于啊 递了这个 就是啊 投名状 相当于投名状啊 所以习里比较信任 所以这一次 让他来沟通 但这里头 未来啊 也 也会有很多啊 有意思的事情 都有可能随时发生 这个 啊 那个阿安先生 你怎么看 分享一下 最后啊 这个 你想想看 按这样子说的话 你看那个谁啊 之前 呃 傅政华不是也递了周永康的投名状吗 对不对 那 该该拿下 还照样拿下吧 只不过现在是 时间没到 洗手上也真是没人可用 我 我其实我 呃 按我跟呃 跟这些事跟那么多年 然后呃 看下来 现在你看洗身边还有谁能用 他连菜鸡现在都不放心 对吧 菜鸡给撤了 去说 据说啊 呃 那个风言风语的现在网上在传 那你说 你说这个就 就已经看得出来 这个人现在是呃 就说 诚慌诚恐 又草木皆兵 对吧 他就要用人 他又不可能自己亲自什么事情都亲自去干 他也没那水准 所以你俗话说吧 用人不宜 宜人不用 现在他他这个样子 你看他怎么做的好事情 就跟就跟就跟那个明朝末年 崇祯那个那个结局一模一样 就所以路德安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 好戏还在后面 说不定哪天 哪天那个刘正帝就莫名其妙被拿下 这些都有可能 我现在觉得将来在未来的一年里面 发生在中国或是任何事情都不奇怪 因为在这个体制之下 现在就说大厂将军 就王朝末年 很多事情就就真的就 呃 好在这个时代有一个互联网 然后信息不不怎么闭塞 你不用再等个什么几十年几百年的 史书上面帮你去找出来 所以怎么说那就很有幸吧 反正呃 在这样一个时代能够呃 就是说经历那么多事情 好的路德 是的啊 说的太好了 好 咱们这一期录播节目就到此 也是漂亮 点赞分享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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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